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AIT的前处长斯图文都说过 如果大陆有激烈反应 受害的永远会是台湾 那么台湾最大的利益 难道不应该是必战谋合吗 李文 大陆会一夕之间垮台 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太异乡情愿了吧 哇塞 是什么样的毒咒或魔咒 让大陆一夕之间垮台 这个也太难了 还是说它的一夕跟我们标准不要 我们说一夕就是一两天嘛 它的一夕是十年二十年吗 我看不懂耶 但是这个陈明通的逻辑很奇怪 他说美国没有介入误俄战 真的大家都知道啊 是因为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呢 他介入台海就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请问现在是中共比较大 还是俄罗斯比较大 现在是中共的武力比较多 还是俄罗斯比较多呢 如果连俄罗斯他都怕的话 那中共难道就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俄罗斯有核武 老共也有核武啊 所以同样的考虑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好 再来他说因为美乌没有关系法 没有乌克兰关系法 但是呢台湾有台湾关系法 所以不一样 第一个他说美乌没有关系法 都可以介入到这种程度 他没有介入 他就提供一些物资 然后再做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很多的寡头 很多的精英进行经济制裁 但台湾的台湾关系法里面 也没有说美国要来协防台湾啊 哎呦 陈平通你不要睁眼说瞎话啦 你这个学者 台湾关系法你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了啊 里面完全没有写到他要来协防台湾啊 他只有说要提供台湾 让我们可以自卫 所以我们就要跟他买武器 就是这样而已啊 好 他说啊 乌俄战争会让大陆更谨慎 所以呢 大陆看到俄罗斯这样 他们就不敢乱动 好 台湾呢 也会从中精进 我们会更像乌克兰 更勇敢保卫台湾 所以我们又不是弱鸡 闲闲没事干 哎 你说我们不是弱鸡 我觉得这个是OK的啦 但是问题是说大陆看起来好像不错 但可能一夕之间就垮台 这个也就太夸张了吧 大陆是怎么样能够一夕之间垮台啊 好 我也没有看过 很少看过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权 一夕之间垮台的 好 吕秀莲就说了 这讲得也比较像人话嘛 吕秀莲说乌克兰的面积是台湾的80倍耶 那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那个大陆是俄罗斯的几倍 好 那的经济体是俄罗斯的几倍 好 你看他说乌克兰人 他有机会逃难避战 因为乌克兰有没有有人到走廊啊 因为他们都可以逃啊 逃了几百万人耶 逃到邻国去 但是台湾是小岛啊 我们没有地方逃啊 所以台湾一定不能战争 好 彭应刚 中航的荣誉董事长就说了 台湾军事基地集中在小岛上面 所以两岸如果一旦误判而引发战争的话 台湾民众必须了解战争残酷的后果 所以台湾要和平 两岸绝对不能够打仗 不要以身是法 绝对要以和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游锡坤院长则跳出来说了 我们台湾有海峡的天险啊 所以他跟吕秀莲的看法刚好相反啊 有海峡所以台湾人跑不了 很难跑 但是呢 她说我们有海峡天险 老共过不来 所以呢 在蔡英文的领导下 将人民防卫的意志找回来 那现在是跑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还要找回来呢 她说台湾的表现 是绝对不会输给乌克兰的 表现什么不会输给乌克兰 但是当台湾变成了战场 当台海海峡变成了战场的时候 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好 郭正亮就说 保台不一定就要抗中嘛 方法很多啊 你一定要选一个最危险的吗 应该要谈怎么和平保台 所以她也是觉得和平比较重要 1450啊 根本就是台独义和团嘛 就是这些网军嘛 本来就是啊 这些网军出一张嘴 在键盘上面打一打 怎么样 就可以打赢老共了吗 好 喊抗中的 根本就是一堆没有当兵的啦 好 所以呢 现在呢 不是说了吗 要恢复一年的征兵制 展现台湾 保卫台湾的决心吗 马上就有传出来 南大声休学提前当兵啊 就怕遇到这么倒霉啊 万一真的遇到一年征兵制轮到他 还不如现在先把四个月的兵当兵当 对不对 到时候呢 就没他的事了 真的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另外啊 你再看看 林楚英立法委员 今天呢 又在那边讲啊 说抖音啊 小红书啊 这些大陆的APP 恐怕掺杂了认知作战 我们绝对不能够认他 无法无天 要管 好 结果呢 嘴巴这样子讲 马上就被大家挖出来说 他不但有抖音的账号 还拍摄了多部的影片啊 所以是怎么样 口弦体正值吗 这就是民进党啊 双标永远出一张嘴啦 战争可不是好玩的 不是几个键盘 或者是呢 成成这个嘴上之勇 就可以的 到时候付出惨痛的代价 真的倒霉的是台湾人 好 林楚英委员呢 说包括啦 小红书啦 包括抖音啦 这些软体恐怕会掺杂 认知作战 网友就搜出说 他自己其实有抖音的账号 而且还拍了好多部的影片分享 他今天也做出回应 因为当时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对于抖音 大家其实都不了解 那这一个账号我是知道的 但是不是我自己在经营 而是当时有一个 来做实习生的同仁 那么他们一起来帮我建立的 我昨天被提醒 然后想起来有这个账号之后 我是很试着努力的想要进入 然后去登陆 然后把它截止掉 但是包括当时设定的这个邮件 联络的方式跟密码 其实我都已经 应该是忘记吧 好 绿营现在是言必称认知作战 包括陈明通昨天在立法院 也大受破解认知战的战机 他说有个网红叫做台湾小伙 他自称人在乌克兰 夸战大陆的撤侨速度快 他说这就是标准的认知作战 好 国安局第一时间就破解了 可是网友就说了 这个台湾小伙 名字就充满了大陆味 而且平台用的是抖音 影片还用了简体字 像这样的影片 需要你国安局来勤搜分析 才知道他是认知作战吗 好 问题是国安局呢 现在呢建置了一个勤搜的系统 说是处理对岸的认知战 可是预算居然是 立法院没有办法考核的 2020大选的时候 国安局也被踢爆 建立一个舆情系统 来针对line 这个脸书 展开政治情搜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玉珍委员 因为今年又是一个选举年了 很多人也很担心 那到底到时候会不会变成 在监控全民了吗 刚刚这几个议题 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 首先这个林楚音委员的 这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民进党最标准 就是永远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我记得上次 他好像在议场的时候 看那个什么 爱什么 爱奇艺吗 那个爱奇艺嘛 不是被媒体拍到吗 那我们的政府不一直说 这些也是什么统战 可是民进党的委员 自己用得很厉害 所以民进党说一套 说一套这个是一个事实 一直在发生 双标党这个当然无庸置疑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陈明空的发言 就是真的是比较需要检讨 那陈明空因为他是 国安局的这个局长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的发言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他说这个道路会这个 道路会这样子 就是 就是说一夕之间垮台啊什么 如果这是你得到的这个情报 假设这是在 你这个位置是很高的 你得到你的情报头子 你这个位置很高 你得到这个情报 你应该呈给总统知道 而不是来像大家这样说 因为这样子 就是情报的来源 有很多的这个管道 如果你说的是一个事实的话 那可能这个情报就会有 来源就会被抓到 如果你说的是一个事实 那这些情报是谁给你的 那可能这中间 我们的一些情报 就是我们的一些情报的人员 在大陆的这个部件 可能就会被发生 发生危险 事实上 所以情报人员说话是非常 应该要非常小心谨慎 如果这只是他自我的认知 就是他自己这样的感觉 是这样说 大陆就可能一夕之间垮台 然后但是他前面 前面说了一些话嘛 他说台湾不是落机 这一点其实没有疑问 台湾当然不是落机 我们当然 我们大家都要自立自强 这点这个我想 全国的人民 没有一个人有疑问 但是他就说 他说这个一夕之间垮台的话 他这样讲有可能 有时候是这个 半夜吹哨子壮胆 因为其实很客观的资料 都知道说 如果我们真的军事力量强到 比中国大陆还强 我们今天有什么好 想说什么 还有台湾关系法 美国会不会来协防 会不会打仗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派兵吧 我们就强嘛 我们不是落机 我们比大陆还强 他还会一夕之间垮台 我们根本就不用 去担心后面这些事情 今天的国际 实际上的军事情形 就是我们的确在军事力量上 在这几十年过来 大陆的演变很快 所以他的军事力量 的确就是强大 我们的军事 不管预算各方面 都没有骂比上大陆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需要其他国家之间的协助 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话真的是要小心谨慎 认知作战 这个是我们执政党常用的 我记得以前选举的时候 他们是用这些 就是用这个东西 实际上变成一种绿色恐怖 就是如果有人在网络上发表的是不利执政党这个言论 可能就会被收到警察去关心 被叫去问 那当然最后 这一案件85% 我后来重计 85%检查 那就去问了 结果后来都是没有移送 就都没有事情 但是这中间的过程 就会让一般的百姓造成恐惧 他的目的事实上就是要造成你的恐惧 这是事实上侵犯我们百姓的言论自由 让你不敢随便的在网络上发言 那什么可以发言 什么不能发言 什么叫认知识 完全就变成政府说了算 那事实上这就违反当初这么早年 这么多的民主前辈 争取这个言论自由 这有点像以前这个思想犯 你知道 以前大家都要说废除这个刑法一百条 什么就是这些什么思想犯 结果他们现在这样做 事实上尤其在选举时间 就怕被执政党来当做 这个控制言论的工具 非常非常不好 那再讲到台海之间 的确是抗中的确不一定能够保台 那保台也真的不一定要抗中 和缓的 彼此间有更多的善意往来 不是挺好的吗 那一定要一直去挑起这个中间的 这个不愉快或说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身为这个 我们的领导者 身为这么高位的一举一动 都影响到整个台海的这个发展 实在是应该小心谨慎 真的要把人民放在心里 因为不管说今天 今天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不管说我们这个是天险 它攻不进来 或者是我们不会怎么样 或是我们会怎么样 发生的这个战场 就是在我们的家园 真的 一个战争 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 好的 的确成就了这位总统成为英雄 但是有千万的人成为难民 这个是大家才要思考 我觉得领导者一定要以民为恋 好好地思考这一点 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就像这个宇宙连说的 当然会有英雄产生 是不是 当然大家呼吁大家自立自强 然后一起来努力 问题是 只有一个英雄 但大部分能成为难民 这我们愿意吗 愿意 因为我们来自金门 我们金门有太多的人都 不管家里的人 都有这样 七离子 比如断手断脚 或是家人过世 或屋顶被陷 或是什么事情都发生过 所以战争事实上是真的 不是我们想见到 事实上不是大家想象 在键盘上面嘴巴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领导者 真的都要好好思考 两岸还是应该要再多互动 和平往来 减少这些没有必要的 这个言语的这种交锋 不过到了选举年 好像很多的政治人物 是不是就有点无心施政了吗 台北市的劳动局长 陈信瑜就被发现 上班的时候 帮黄珊珊拉票不说 那么现在还有案外案 那么据说呢 她聘用了黄珊珊的闺蜜 来担任劳工局的基要秘书 可是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出入副市长室 还对外自称是黄珊珊的秘书 另外也有议员抓包陈信瑜 上任两年请假806个小时 私人行程占了358个小时 今年的春节放了11天半 年节期间很多局处首长 忙到都要提前回到岗位 怎么他能够放好放满呢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高委员 所以有人就说 其实可能大误会他了 因为他工作本来 就是要去选举嘛 去辅选啊 搞不好他请假都是在辅选 就没有关系 不需要在他的办公室吗 我觉得陈信瑜 身为劳工局长很会请假 就是很会争取劳工的权益 自己很会争取自己的权益 但是对于劳工的权益 有没有同样的重视 也帮他们能够争取 如果能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劳工局长就很厉害 他除了自己身为一个劳工 他同时作为最好的典范 劳工怎么照顾自己 如何在廉价的时候 请好请满 而且可以连续拉长这个假期 网络上最近不是常教大家 如何在廉价 四天可以变成六天八天 那这劳工局长可能就做了一个示范 问题就是说 那在台北市的劳工的权益跟福利 是不是也是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关心 就是说劳工局长应该是最关心 弱势的劳工 那有这么长的时间休假 那是不是也把这个精力放在工作上 能够把劳工照顾好 因为其实 弱势的劳工真的非常多 怎么帮他们争取权益 这个是陈信瑜必须告诉大家 就是说你是不是同时你自己兼顾休假 又能够把工作做好 那至于说他的这个基要秘书 同时又是黄珊珊的闺蜜 又是在副市长这个协调 重点也就是说 那他这个所谓的基要秘书 他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所谓的劳工局的整个工作的内容 大家是不是应该要检视一下说 是不是真的有站在劳工权益 还是说整个劳工局 变成一个浮选局等等 那我觉得说如果你工作做得好 那自然劳工会支持劳工局 自然也就有选票 这个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说所谓辅选或选票 不是嘴巴说支持 这些人就会把票投给你 而是你用具体的行动 或是你的作为 让人家认同你 愿意把票投给你 这个就是大家去检视 劳工局长的绩效 或是你是不是有辅选有功 其实就在于说 你有把局长这个位置做好 而不是说去拉这些工会的人 去支持谁 这些可能就算工会的这些投支持 也不代表底下工会的成员会支持 所以我是觉得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大动员 大拜拜 其实还不如说你真的 关心这些劳工的权益 帮他们争取更多的福利 那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浮选 也才是真的对所谓 选举有帮助的事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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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